我第一次见秦先生的时候 被他家的症状给吓着 一吃饭六桌 每桌都十二人 你好 手机 你好 你好 三姨你好 老姨 老姨 你好 处处都是心眼啊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恋爱的时候啊 见双方父母是很重要的 从对方的父母能够了解 这个人的家庭关系 如果有人跟你说 见家长不重要 我俩决定就好 不要相信这件事情 一定要了解对方父母 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吧 这是我第一次去男朋友家里 本来非常惨测 但是叔叔阿姨 还有男朋友对我很热情 给我准备了很多惊喜和仪式感 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我心里面 已经把他们当成活了 以后我去你的家人 我第一次见秦先生的时候 我被他家的症状给吓着 不是说回家见父母吗 一去感觉像个流水溪啊 那家经济真的很多 一吃饭六桌你知道吗 每桌都十二人 然后就感觉直接要结婚了是吗 白酒 他们看到我就会直接说 哎呦小静啊 哎呦小静 你好你好三姨你好 哦老姨老姨你好老姨 就特别好玩你知道吗 晚上不是吃水饺吗 吃水饺的时候呢里面有包钱 然后我就怎么都吃不到那个钱 然后呢我公公呢就觉得吃不到钱 这兆头对我好像不太好 最后我在那一天吃了三十几个水饺 每个都东北水饺 我是怎么吃下去的 我到现在都不记得 你去第一次见面 对他们用什么欢迎你了 他们就是给了红包 那你呢 比如说如果我去他们家 我会希望就是他们会给 给我一个重视的程度 比如说是很用心做的就是一餐饭 然后大家在一起就是其乐融融吃一顿饭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重视的表现 对就是准备这个女孩喜欢吃的东西 也不一定要大红包 我们也没有这么的试快 但是有也好 有也好 而且两个人在一起 其实是慢慢走向富裕的过程 从一个人变两个人 然后一笔费用变成两个人 一笔费用住一个家 然后接下来变成三个人 然后慢慢去增长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一开始 就要用这个红包来决定所有的事情 用心是最重要的 因为用心会让你们未来越来越富裕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视频哦 这男生有一种 难道我是个陌生人吗 就这么把我推开 你没有见过家长吗 我没有见过家长 那你们交往多久了 交往一年多了 我觉得两年之内一定要见家长 我老公说过了 谁要是跟我们家米粒在一块 两年之内还不来见我 说这男的绝对不准在一起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父母在子女的情感上还是有一些作用 但过分干涉也不太好 你是多久见的家长 我们半年就见家长 我是觉得半年差不多 去了之后 我婆婆也还可以 对我挺好的 朋友都说让我不要做家务 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做了 洗碗了 洗碗了 后来婆婆有真的一直叫你做家务 没有 并没有 你第一次如果去你男朋友家 然后你们吃完饭 你会帮忙洗碗吗 我的性格肯定会洗 但是我更希望的是 就是我的另一半 你来陪我一起洗 很多人说我干嘛要讨好她 凭什么呀 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这个人要跟你过一辈子 就一开始那种想法最好就是 我们要变成一家人 所以我愿意来参与 你们一家我没有参过的事情 这样的心态 但也不要太卑微 因为你太卑微之后呢 也许对方也就没有感觉了后面 所以我是建议女孩到人家家之后 吃完饭之后就说 我可以帮忙吗 当然可以啊 首先提醒她 你帮忙了 下一步不要直接 屏地屏地屏地就开始收 说我帮忙收这个盘子 你告诉她你帮忙的那个部分 征求她的同意 渐进式的 去搭建你们 互相照顾的关系 所以洗碗不是问题 刚刚这个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想法 就这个男生能够陪你一起 对吧 你知道他未来会在你跟他妈妈之间 做一个很好的桥梁 所以啊 哎呀 处处都是新眼啊 好 我们再来看看下个视频 哇 脸真的很红 耳朵都红了 视频开都看得出来 这爸爸好年轻啊 很好 我建议啊 在这样的场合里 你要做什么事的时候 都先跟另外一半征询 在这个征询的过程里面 他慢慢会学会体会你的心情 刚刚那个视频 那个妈妈不是那个假装冷漠吗 然后他一个人在那山嘛 你有碰到这样吗 其实我第一次去我女朋友家里 她家里是不同意的 那你当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女朋友比我年龄大嘛 至少可以给她一些保障 可以对她女儿好这样 她心里可能也会逐渐慢慢去接受 姐姐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去了 但是我能感觉到 对方的父母可能 就是有一点点冷淡 然后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如果第一次去到对方家里呢 发现对方的家长 对你态度不是很好的时候 第一 不要马上难过 他可能在这个交往的过程里 不够了解你 当一个人不够了解你 因而不喜欢你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我们常常讲 爱跟懂得是两件事情 我没要求你爱他 但是我希望你懂得他 对吧 你也不用第一次去 就把他当父母爱他 没人这么要求 你也可以慢慢来 那我觉得这不叫委屈 这叫一个接纳的过程 然后第二个 千万不要变得很卑微 这是另外一个极端 他爸妈不喜欢我 我赶紧 爸妈喝水 什么什么 也不建议一下太过热情 那你可能会说 那这个中间的度是什么 特别简单 就是像跟朋友相处一样 比如说气氛 如果一度陷入尴尬的话 最简单的方式 让你的男朋友去开电视机 一旦有了电视 有声音之后 尴尬的气氛就会平静掉 大家这样四目以对的时候 叫主动性注意力 就是我不注意你也不行 对吧 但是我一旦看电视的时候 就叫被动性注意力 转移他的注意力 大家其实在跟电视说话 但在这当中也聊了天了 今天的reaction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被戳中的话 记得右下角点关注哦 你的关注就是我 静静的动力 静静把恋人 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再见